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介绍我所写的一本书 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刻 我们很多的活动都被迫要停顿 但是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上帝的爱 对上帝的追求不能停顿 甚至我们要利用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更多的读圣经 更多的来读书 我想跟大家介绍我 写了一本书叫做 轻松学教会历史 我知道有很多人对历史是很讨厌的 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很讨厌读历史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对历史没有好感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读历史的时候 还要记很多的人民 要记很多的年代 记很多的事件 搞得头昏脑脏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历史都没有好感 所以对于来读教会历史 可能也是又爱又怕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就觉得 信任耶稣以后 我们好像也应该要来了解一下教会历史 但是想到要读教会历史 又觉得好像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如果你对世界的历史不了解的 要读教会历史好像又更加的困难 我记得我以前去大陆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我教他们教会历史 讲到第三天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我说 老师 你说的那个马丁路德 是路德纪的路德吗 我听了差一点昏倒 我就发现 因为他们对历史 世界历史太不了解 所以来学教会历史真的有一点困难 但是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真的要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要好好来学习教会历史 为什么读历史很重要呢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历史 是人类的禁止 唐太宗曾经说 以同为敬可以正义观 以始为敬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敬可以知得失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故事呢 把过去的故事写下来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 写圣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因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人物 这些发生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得到鼓励 伸出忍耐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另一面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物呢 我们会得到警惕 警惕我们这末世的人 一定要站立的稳 不要跌倒 所以历史非常重要 我们从历史可以学榜样 我们从历史可以知道 怎么样不要重蹈覆辙 没有错 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所以我们学历史很重要 学历史为什么很重要呢 就是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别人犯过的错误 别人乱想的理论 我们都不要再去做 再去想 这个就是读历史的好处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 就是要能够从历史得教训 但是黑格尔讲一句话说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教训 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教训 但是一个聪明的人 一定要从历史得到教训 有人说研究历史 是一种自我的学习 学习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我 以及什么使我们信任自己所做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信任你现在在做的是 何神心意的 你要了解历史 你从历史里面可以更知道 更信任你现在在做的 是不是何神的心意 所以有一个罗马的作家说 一个不知道自己出生以前 发生的事情的人 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很喜欢读教会历史 我也鼓励大家 要好好来读教会历史 那我写这本书叫做 《轻松学教会历史》 就是因为知道大家 对学教会历史是很害怕的 但是我敢保证 你读我这本教会历史 你会觉得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本书呢 有两个特色 我这本书不是要让大家 记很多复杂的这个事情 记很多复杂的地名 人民 年代 我这本书比较着重在 人物的见解跟榜样上面 还有呢 我这本书呢 会着重在 不是描述历史的事件 最重要的是要来告诉大家 历史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学历史 最重要的这个目的 所以鼓励大家可以来读这本书 那么另外我要说 教会历史也是一部宣教史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购买这本书 来支持宣教 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在柬埔寨 他们的福音车已经非常老旧 所以他们最近需要换一部福音车 可能需要50万 那么我们要帮他们募款 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 卖书所得 每一本书提100块 为柬埔寨宣教工厂购买福音车来奉献 在7月底之前 你购买这本书呢 就会100块是支持柬埔寨的宣教 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鼓励大家 你们可以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进入这个 在网路上一起来订购这本书 鼓励大家都能够从教会历史 得到莫大的益处 阿们 阿们 阿们